珍妮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 就是很贪玩 有一天 她妈妈叫她到铺子里去买面包圈 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 在回家的路上 一面走着 一面向两旁 都争希望 就在这时候 一只狗紧跟在后面 把珍妮提着的面包圈 都吃光了 珍妮觉得手里怎么会清起来 回头一看 已经晚了 只剩空麻线在晃荡着 狗还在后面舔着嘴唇 啊 瘟狗 瘟狗 珍妮一面叫着 一面在狗的后面追 跑着跑着 没有追上狗 自己却迷路了 一看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里没有大房子 只有一些小房子 她吓得哭起来了 忽然 不知道从哪里走出一位老婆婆来 很和善地问珍妮 珍妮就把经过都告诉了老婆婆 老婆婆很可怜珍妮 把她领到小花园里 老婆婆把一朵非常美丽的七瓣小花 从花坛里摘下来 送给了珍妮 珍妮举个恭喜了老婆婆 走到篱笨门外时 才想起回家的路已经迷失了 她想回到小花园里 请求老婆婆把她送回家去 可是小花园和老婆婆都不见了 她就想试一试那朵神奇的小花 撕了一片黄花瓣 把她扔出去 说 非哟 非哟 小花瓣哟 分负分负 如我意 叫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里 一眨眼的功夫 珍妮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家里 手里还提着一串小面包圈 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 自己想这真是一朵神奇的小花 应当把她插到最好的小花瓶里去 小花瓶是妈妈心爱的 放在书架的最高一格上 珍妮又是个很小的姑娘 因此她就站到椅子上去拿 刚巧窗外有七八只乌鸦在飞 爱玩的珍妮想去数一数 有几只乌鸦 一不小心把小花瓶打翻 当狼一声打成碎片了 你又把什么东西打翻了 是不是把我最心爱的小花瓶给打碎了 妈妈在厨房里问着 珍妮连忙撕了一片红花瓣 一面回答 珍妮把红花瓣增出去 地声的说 小花瓣哟 叫妈妈可爱的小花瓶 完完整整的对在一起 没等她把话说完 那碎片就自己往一块爬 堆到一起了 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一看 小花瓶果然好好的放在原地方 她怕小花瓶真给珍妮打碎 就打发她到院子里去玩 珍妮来到院子里 只见男孩子们都在那玩 北极探险的游戏 大家站在金木板上 手里拿一根棍子 跳来跳去的 非常有趣 可是小朋友们不让珍妮玩 而且叫她走开 珍妮心里很不高兴 就赌气地说 她要到真正的北极去 珍妮把那神奇的七色花 偷出来 瓷了一片蓝花瓣 扔出去说 小花瓣哟叫我马上到北极 没等她说完 脚下像陀罗似的转着 一会儿就到了北极 北极的天气冷到零下100度 珍妮就穿着夏天的衣服 光着腿 冻得珍妮哭叫起来 流下来的眼泪挂在鼻子上 立刻变成冰柱了 忽然 大冰块后面走出七只白熊 一直向珍妮跑过来 珍妮吓坏了 她连忙用冻僵的手指 撕了一片绿花瓣 扔出去说 要马上回到自家的院子里 一眨眼的功夫 她就在院子里了 男孩子们都望着她笑 一面不相信地问她 珍妮止住 脸上挂着的冰柱 让男孩子们看 可是 他们还是不相信 珍妮很不高兴 不再跟男孩子玩了 决定到院子里 去同女孩子们玩 走进院子 就看见小姑娘们 在玩着各种各样的玩具 有皮球 三轮车 洋娃娃 珍妮起初 羡慕得不得了 后来一想 我有神奇的小花 要多少玩具 就有多少 她随手撕了一片橙色的花瓣 扔出去说 叫世界上所有的玩具 都给我吧 一眨眼的功夫 玩具 通四面八方 向珍妮拥来 洋娃娃 小皮球 汽车坦克 越来越多 飞机 舰艇 都从天上掉下来 连珍妮站脚的地方 都没有了 吓得她大叫起来 可是没有用 珍妮走到露台上 楼顶上 玩具 也跟上来 千千万万的玩具 把院子和马路 都挤满了 连站岗的警察 都爬到电线杆上 手忙脚乱 不知怎样才好 珍妮连忙 爬到房顶上 撕了一片紫花瓣 扔出去说 小花瓣哟 叫玩具 赶快都回去吧 于是 所有的玩具 就立刻不见了 珍妮 把自己的七色花 一看 只剩下一片花瓣了 那六片花瓣 都浪费了 珍妮 正在打算着 忽然 看见一个男孩子 坐在大门 跟前的板凳上 他有很大 很愉快的蓝眼睛 很和气 可爱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 不是爱打架的人 珍妮 很想和他做朋友 走到他紧跟前 静得可以在男孩的眼珠里 照得出自己头上的蝴蝶结 珍妮叫他下来 玩捉迷藏的游戏 男孩子说 我不行 我是脖子 珍妮 见他脚上的鞋子 不太一样 那鞋底非常厚 觉得很可惜 不要紧 小朋友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你瞧吧 我能叫你恢复健康 珍妮一面说着 就从口袋里 把神奇的七色花 偷出来 珍妮非常小心的 把最后的一片青色花瓣 撕下来 他觉得 替朋友治病 是件好事 用很轻的声音 唱起来 就在那一分钟 男孩子 从板灯上跳起来 蹦蹦跳跳的 童珍妮玩起 捉迷藏来了